训练成功了之后 要离开学校 这一个人在学校里念书 你的父母送你到学校念书 你不能说学校里念一辈子 永远毕不了业 那么变得没出息了 聪明的学生提前毕业 毕业要为社会大众服务 念佛三昧 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落实在工作当中 落实在除世代文代人介物之中 那是真正的禅定 哪你说帮助一切众生 禅定就没有了 那有这种道理 譬如我们今天真正一场发会 我举这个例子跟你说 我们看到有这么多听众 我心里好欢喜 听众少了 心里就难过了 你们有禅定 你如果有禅定 人多是这样子 我讲得很高兴 一个年过做到 我身影还是这么大 还是一样高兴 听众多少 确定不影响 怎么会被外面境界影响呢 看到大众 红包供得多就欢喜 少了就难过 这个不行啊 这个是先被外面境界所转的 这个戒定会三学都没有了 要成 舍成之后 无论什么境界 身经历尽 善与恶与如如不动啊 一片真诚 清净平等 帮助一切众生 断悟修善 破密开悟 专烦成圣 这是我们的使命 是我们在这个世界 唯一的一项工作 除此之外 丝毫都不沾染 你是多么亲近 多么自在 才能够长生欢喜心 所以烦恼不能不断 从哪里断起啊 从自私自利 烦恼 所以断不了烦恼 真的 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烦恼的根 就是自私自利 我们必须 要用智慧 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齐心动念 为一切众生 着想 不要为自己 这个身体 根本就不需要去理会它了 你才能得自在 齐心动念 想到这个身 遭了 你得业障消不了啊 念头一转过来啊 自己是自身了 忘掉了 自身怕身是一个人 为一切众生是真正为自己 为自己是真正害自己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佛经里头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我们一定要懂 果然从这个地方转过来了 恭喜你 你在佛法里头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都会一帆风顺 都会得到真实利益 成就真实的智慧 那我们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阶段 是不是就可以 终止了呢 不可以 你的功德还不圆满 不能停止 永远在求进步 到什么时候才终止呢 给主说 没有终止的 永远没有终止 到成佛了 圆满的佛果也证得了 证得之后 还是不能终止 成佛之后 道家慈喊 普渡众生 要为众生做种种试信 为众生做种种说法 没有修习的 世间人说佛教消极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看到的 接着佛教道本 发菩提心之后 身心因果 我过去学教 这句话 搞了我有两三年 我想不通 为什么呢 三佛 第一 人天佛报 第二 二成人佛报 第三 大成菩萨佛报 假如这个身心因果 放在第一条 我一点都不怀疑 放在第三条 我就不懂了 我们凡夫初学佛的人 都相信因果 英光大师 一身教人 他老人家提倡的 第一个教材 廖凡思训 廖凡思训 这个教材的内容 就是身心因果 人天佛 众善因得善果 造物业一定有卧报 厌余常讲 不识不报 食尘未到 因缘会后的时候 国报 立刻就陷起 绝顶逃不过的 这个我们都懂得 难道菩萨不懂吗 所以这个问题 我搞了两三年 才搞清楚 搞明白了 是《多华言经》里头 悟出来的 就是读这个身体品 身体菩萨 始终不离念佛 我从这里恍然 诸诺 这个因果 不是别的因果 念佛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有人 已经整了 厉慨